特别的聚会就是 OK 拥抱耶稣的心 那 来近这两个礼拜 我们就会大部分都有些讨论的时候 那当然呢 这本书里面是有提到耶稣 就是讲究耶稣11个的不同的心境或者心墙 那我们不可能会用完 我们在上一次只是讲了一个是耶稣遥书的心 那我们可能这次用一个或者两个都未顶 那一会儿我会讲一讲我们大概会有什么做法 那只不过当是一个推介大家学习如何用这本书 那我相信我很多 特别是嘉东那边 多谢欣福的大英姊妹帮我们订购 还有寄购给大英姊妹 是一本很好的书 每一章后面呢 它都有一些讨论的题目 那跟我讨论的题目有些不同 那所以如果两个加起来呢 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资料 你可以用在你教会的小组里面 或者自己看 看完之后呢 有些个DIY的 Do It Yourself 那你自己的这个版权 都是很好的一本书 那两个百元之后呢 我们就回去一路做开的抗疫查经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抗疫查经 要抗疫到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中国打了什么 三百零零不知多少个月 三年零零多少个月 我希望不用这么紧要 但我和师母也很享受 这段时间跟大家一起网上的 一起学习 那在回去网上查经的时候呢 我們就轉回以前的ID code 我稍後會再給大家 就是514-365-7702 這個code是我們一直都用開 但是以前用這個code的時候 就有人數的限制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轉了 這個code就再沒有什麼人數的限制了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的一起享受 就是兩星期之後 我們就會回去抗疫查經 這個一起學習的時候 再一次很感謝大家 過去一年多了 和我們一起在聖經的說話裏面 有學習也是一個好的團契的時候 多謝很多人 特別在這段時間 我們過去七個星期的 《月虎期學習》 好多謝劉斌弟兄 是借用他的帳戶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很多人 也是有名有翻譯 就是非常非常感謝神的事 大家看到螢光幕上有一幅圖 我很喜歡這幅圖 是很有真實感 這幅圖有兩個很主要的 在左手邊的 在左手邊的 左手邊就是這裡 左手邊的 你會看到有十字架 然後呢 在下面這裡 有一個 好像有些光 其實就代表 空的凡露 裡面發光出來 很有意思 我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圖 我先是講一講 有一個作者 叫做 不是作者 是聖經學者 叫做Bishop Mo 那他很像一個世紀的人 那他是1920年過世的 在他過世之前一年呢 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外生 或者侄子 他說 我經常也都每天祈禱 希望每天 甚至去到我離開世界的日子 都希望能夠建一個營 這個營呢 是在耶穌的十字架 和空的墳墓中間 他說 那個十字架 就是紀念主耶穌 已經完成了的救贖 和犧牲 而那個空墳 卻是印證著 一個應許 是一個永恆的得性 聖過仇敵 聖過死亡 而我們的生命呢 又可以 埋藏在基督裏面 他說 我希望 你都 同樣 在那個地方 責任 那 我覺得這個 這個mo 主教呢 是講得非常之精準 我們不可以單單 正是講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很感人 但是 好像只是 救恩的一部分 十字架提醒我們的是 基督的大愛 十字架提醒我們的是 主耶穌完成的救贖 好像付了罪債 但是我都講過很多次 現成救贖 遙書 我們付上罪債 其實不是罪欲 原因就是 如果 好像我們做錯事 或者說駕車 超速 我們收了一張告票 好 有人跟我們還了 那就好像付上這個罪債 但是我們仍然會不斷超速的嘛 這樣的時候 我們變成好像 只是一次又一次的 只是頭搖樹 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但是那個空的墳墓 卻是告訴我們 就是聽主耶穌勝過死亡 更加勝過罪惡 勝過魔鬼 勝過試探 是給我們再世的人生 很大很大的盼墓 這個就好像說 一個金幣的兩面 是兩個都需要 所以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這些 所謂福音派的基督徒 很強調的耶穌聽十字架 很強調的福音就是 我們的罪得都赦免 但是這個只是救恩的一面 基督的死 和基督的復活 兩個都要拿得住 我們做基督徒的 不只是拿著十字架 如果拿著十字架的時候 好像我們只是一般 只是一個回顧 或者很感情的澎湃 但是我們更加需要的 是需要有復活的大力 所以我們需要認識 譬如說羅馬書第六章 第五章第六章 還有我們稍後會看一段聖經 阿菲勒基書 那你見到 我現在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圖 這個圖呢 還精簡 希望大家可以 腦裡邊都記住這個圖 那 那 你看到 同樣在上面的 就是那個十字架 下面的 就是滾開了的 那塊石 這個空的墳墓 那 我希望 今天這個 好像靈修宴的時間 是強調了提醒大家 就是 执著主耶穌的十字架 他的死 执著 空的墳墓 耶穌的復活 那我就選了一節 很精簡 但是兩邊都有的一段的經文 就是在 比拉比書的第三章 第十節 他說 我認識基督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那大家可以找到有其他的經文 比如剛才說的 羅馬書第六章 都同一時間 講到耶穌的復活 耶穌的受死 那我覺得這一節 是更加精簡 還有呢 也都很吻合 我們 月虎旗的題目 《效法基督》 那你發現 單單這一節 是很工整的 這一節的開頭 講到認識基督 這一節的尾 講到效法基督 這一節 認識基督 就包括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認識 他復活的大能 所以你看到他有藍色 藍色就吻合下面 那個圖的 那個空的墳墓 就是耶穌的復活的大能 耶穌復活的大能 用這個空墳 表達得最清簡的了 整塊大的石頭 滾開 已經夠大能了 可況是由死裡面復活過來 不再被 死困住 這個真是 很好的提醒 但保羅在 比耶穌立比書更加提醒我們 我們不單止要曉得 耶穌復活的大能 同一時間 也都要曉得 耶穌的受苦 耶穌的死 就是 所以你看到這裡 我襯托的 就是 啡啡 淺啡色 或者紅紅的色 就是 全耶穌的十字架 那這一段告訴我們 兩個都是曉得 就是要真正認識 認識耶穌復活的大能 認識耶穌的死 和他一起受苦 那這裡講到的是一種 和主耶穌一起的經歷 不是一個觀眾 不是我們看受難 基督受難的那一齣戲 我們看聖經不是觀眾 不是讀者 我們看聖經是一個 看見證 然後跟他一起經歷 所以他講到 這樣才叫做認識 認識耶穌的復活 認識耶穌的受苦 但是也都不是停留在 腦袋方面的認識 要去到效法 就是跟隨他的死 所以他講到 一同受苦 這句說話 真的可以說可圈可點 就是說我們跟耶穌的關係 是跟他在一起的 不是看 也都不是我們自己 我們要提醒自己 原來我們在世上 跟惡魔爭戰 無論是我們自己試探的爭戰 或者外來是對基督 對福音的破壞 那些熟靈爭戰都好 或者別人對我們信仰 而加添給我們的苦錯都好 這些都是跟基督一同受苦 在比德前書提醒我們 他說我們受苦的時候 不要是因為自己的原因 不要是因為自己偷懶 或者自己做錯事 受苦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為了基督的原因 好像譬如說 在用學福音14章15章都說 世界恨惡你 因為他恨惡基督 如果因為這樣的原因 是被世界恨惡 我們就是跟基督一同受苦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地說 跟基督一同受苦 有時候譬如說 肉身受的病 這個未必可以說 跟基督一同受苦 不過我們知道 基督都會感受我們的經歷 但是不是 你是因為你的信仰 而受這些苦 但是無論如何 在我們的信仰裏面 我們都會 我相信越來越經歷到 什麼叫做跟基督一同受苦 但我都希望大家 同一時間都能夠經歷到 什麼叫做基督復活的大力 雖然我們可能再有機會 查其他經文的時候 才詳細說 但是我自己 就是我個人感觸 因為最近接觸到 看到很多 很灰暗 很傷心的事 無論是世上的人心 或者是 很多 我看到大兄姊妹 一些很坑坑的經歷 很難受的經歷 我覺得 有時候是一種無助 也都覺得我們能夠做到多少 或者多少事情 但是我給這句經文提醒 我們真的要經歷 朱雅宗復活的大能 最起碼 最起碼就是 我們不再懼怕死亡 當然復活的大能 很廣 《二筆所書》都有說給我們聽 但是我們 起碼可以說 復活的大能 是令到我們 我們看透 看破 現在面前很多的陰霾 很多的黑暗 我們不再 好像一個沒有指望的人 這個就叫做 復活的大能 當然 我們更加希望 好像保羅說 希望我自己都經歷到 在世上那些的復活 世上復活的大能 而產生的神跡歧視 神如果要的話 一定可以做到 我們信耶穌 其實都是經歷到 耶穌的復活大能 我們不在這裡多說 只不過用這個隱言 承接著過去的復活節 受難節 給大家鼓勵 總之要記住 剛才這個圖 有主耶穌的死 十字架 也都要握住 主耶穌的空墳 復活的能力 好像那個 Mo主教說 在十字架 和空墳之間 希望我們 扎我們的營 在那裡生活 經常在這兩邊 徘徊 提醒我們 我在抗疫查經的時候 曾經 引用過 一個 教授的說話 我很深印象 因為這個教授 是一個很知名 很資深的學者 他不是我們神學院的 不過他來一個探訪的教授 是一個身約的學者 他是一個身約的學者 他有份寫 聖經的百科傳書 不是寫了編輯 他來我們到教書的時候 講了一句說話 那時候大概是七七七八年左右 現在整個四十五年以上 他就說 我們要當耶穌是 昨日釘十字架 主耶穌是 今天 復活 主耶穌 明天 再 哇 他這句說話 我聽到之後 我整個 真是 很興奮 興奮到 我說 這句說話 應該真的在聖經裡面 因為是很寶貝 那個寶貝 就是不單止 我們執著 耶穌的死 耶穌的復活 耶穌的再來 而是有一種 有一種 compress 壓在一起的經歷 是不太遙遠 耶穌再來 遙遙無期 明天就回來 如果你知道耶穌是明天回來的話 我們今天的生活有什麼不同呢 我只知道我明天打針 我今天已經很開心很興奮 何況如果我知道 主耶穌明天會回來 我想有些事情我不會再做 有些事情我會認真做 是吧 如果我們知道耶穌是昨天死的 哇 就是釘十字架 那個情景還很新鮮在我裡面 如果我們好像那些婦人 今天見到耶穌福本 第一批見耶穌福的時候 哇 那個心跳到不知可憐 而這個Mary Taney交生 就將這三樣東西壓縮 在昨日 今日 明日裡面 那我就送這句給大家 耶穌好像昨日聽十字架 耶穌好像今天復活 主耶穌明天再來 希望大家得到鼓勵 叫做Lucado 哈哈 他 之前有 Disclaimer 他說你不要不准 叫做Lucado 雖然呢 你發覺中文譯本呢 也叫做Lucado 其實已經譯錯了 Lucado 他是一個很知心 很懂得寫作的一個牧師 《擁抱耶穌的心》 寫得非常非常之好 那裡面呢 這本書 中英文一樣這麼好 我看的時候 我兩人都看過 我覺得他的翻譯呢 是很好到家的 那是台灣翻譯的 所以他有時候用一些字呢 可能跟我們 或者跟國內的第一次 有那麼多不同 但是那些文筆呢 是很漂亮的 比我們香港人更漂亮的 那大家是值得看這本書 那也都是可以 就一次說 可以成為 教會 或者小組茶經 或者自己研讀都一本好的書 就算是主一學 你有十一個禮拜 你差不多是三個月的了 等於一季的課程都可以的 那 他每一章後面呢 都有他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我給你的問題 我相信你一定會啟發你有更多其他的問題 那 我已經在 就是禦虎期的第四堂呢 將 所有這十一堂的問題呢 都列出來了 而且呢 在這兩個 就是 QR Code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呢 是可以帶到你去拿到 我所有的notes 就是關於 關於這本書裡面的中文的notes OK 那麼 在十一個心裡面呢 我們在 我們在 第四堂 就是在 遙虎期的第四堂呢 是看了耶穌遙書的心 當然我們說看都沒有看完 只不過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資料 其他的內容要 所以都沒有看完 但是呢 至少大家已經可以感受到這本書 那種的闊度 那種的活潑程度 那麼耶穌遙書的心 其實呢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題目 我都其實鼓勵一些權契呢 可以這樣討論一下 甚至要延伸的 是 活用一些 即不是當茶經這樣 而是當生活性的一種討論 怎樣活出這種耶穌遙書的心 你明知那個人得罪你 你覺得 就是 是可忍 熟不可忍 你怎樣可以遙書他呢 我們不要停地說遙書了 是吧 好像我們去年那個題目 是說得和好 就是遙書 我都不生氣了 那不再不跟你聊天 那怎樣可以 好像主耶穌一樣 遙書我們 更加和我們呢 那這個很值得 很值得我們關注的題目 所以都難怪 路基道呢 一開始的時候 就放了這麼重的一炮 在裡面 大家如果還記得呢 這一一 就是耶穌遙書的心 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用耶穌洗門徒的腳 這一段經文開始 雖然他用了很多經文 但是這一段呢 是最典型 也是最 最有深度的 那一段經文 那我現在還記得 他說 當耶穌洗門徒的腳的時候 他說 我找的都找不到 有任何一個版本 說耶穌不肯洗 猶大的腳 也就是說 在猶大還沒有犯罪之前 耶穌已經 願意搖書他 只不過 猶大不肯接受這個 的搖書 同樣 耶穌都願意搖書給得 啊 耶穌 比特果然 願意接受耶穌的搖書 就趕回頭 那這個很 很溫暖 很窩心 很暖心的 一段經文 那我們 當然不會再看到了 只不過大家可以 用那些資料 你們自己用 那我們這幾堂呢 會看的是 第四個 耶穌聚心 於神的心 第六個 耶穌專注的心 那這兩個其實都很相近的 所以我特地把這兩個 放在今天的 這個powerpoint裡面 意思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能看完這兩個 沒有時間的話 要不然我們下個禮拜看 要不然我們就不看了 不過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 因為兩個都很密切關係 另外 在本來的 第四條的note上面 我已經開啟了一些 然後我們可能在那下的禮拜 看第八 第十和第十一 其中選一個都還沒頂 耶穌純全的心 耶穌喜樂的心 和忍耐的心 都是寫得很好 很好的題目 雖然還有一次 就是我自己個人說 他不是每個心都寫得這麼詳盡 但是呢 好的書是什麼呢 好的書不是詳盡的書 好的書是有啟發性的書 好的講道 好的溝通呢 不是講盡的 耶穌的講道呢 就算你說 登山補份 最長的一個記載 是不是真的一次過講完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這樣讀 登山補份 由馬太福音 第五六七這三章呢 你不用一個鐘 你可以讀完 就是說 耶穌的講道不是詳盡 不過呢 是啟發性 發人心性 好像有一位唐崇榮牧師說呢 他說 講道 講章會生講章 所以你聽到一邊的講道 或者聽到一邊好的查經呢 會啟發你 引發你去認識更多 就千萬 無論我們教主 學好 講道好 千萬不要想著呢 是講盡 Exhausting 這個沒有用的 第一 先悶死人 第二呢 你這麼盡 只不過令到那些人 不思想 這個意思 我們要講的是 有一種啟發性 給一些的提示 給一些的蛛絲馬跡 給人可以繼續去查 這樣才有好的講道 所以 再一次提醒 如果我們有機會教主一學 有機會講道的時候 就不要 不要中那些的陷阱 我 無論自己 或者很多時候 有時候甚至會看一些 神學實習生 來教會 講道的時候 或者一些外來講完 來的時候 他們好像 說得逐點 好像進地一步 那樣 由創世紀 講道 解釋錄 是 因為 未知再有下一次 那 他們把神學院的十八杯武藝 搬出來 那 那 是 很辛苦的 聽的也辛苦 講的也辛苦 那 但是 好的講道 或者好的書 就 啟發你 給你 空間 發揮 所以那些問題 就是 讓我們更加發揮 我 我每一章都列了十條八條的題目 但是 我希望大家嘗試做些功課 就是 如果是你 你會加些什麼題目 那這個才更加好 是不是 那就是說 你能夠有一些的extension 有些的延續 這樣呢 令你對那一課書 是更加深入的認識 好了 我們今天呢 就會看 先會看 耶穌 最深於神的心 那 那他原本Locato 那 那一張書的題目呢 就更加 更加 是 會說的 God intoxicated heart 那中文已經 真的為之為妙了 都有個罪那個字 intoxicated 可以就是 就是 開車走後 走後駕駛這樣 就好像已經出去控制 就是 好像已經呢 就是 專注著另外一些東西 所以跟下面 第六個 耶穌專注的心呢 是很相近很相近 那 God intoxicated 那當然呢 也都有連帶到去 二幅所書 第五章那裡講到 不要醉走啊 不過呢 就要被聖靈充滿 有些少這樣的連繫 就是 追走 跟聖靈充滿 都有相近的地方 就是 好像 我們 將 那個主權 好像交了出去 或者 做了一些 我們自己以前做不到的東西 那 最深於神呢 就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在裡面 那 那我先看一看 那 這一 這一張書裡面 他提過的一些重要的經文 其實呢 他提過很多段的 不過我只是抽了這 一二三四五段出來 我覺得這五段呢 是很有代表性 嗯 很大部分這些經文呢 都是出自《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呢 是我自己很喜歡很喜歡的一本書 因為真的 《約翰》是一些老骨來的 當他寫《約翰福音》的時候呢 他已經九十 八九十歲了 是他被放逐到去拔摩島 在那裡 心思熟慮 將過去的經歷 馬太馬可奴加福音已經在世了 他已經有看到 那 他然後再寫一本《約翰福音》呢 是用一個完全另外的角度 很有心 很有感情 甚至乎呢 很有神學意味的一種寫法 所以在裡面呢 是有很多獨特的地方 是 是 馬太馬可奴加福音書呢 是沒有看的 那這裡這幾章呢 都是 只有《約翰》才有說的 我選擇了這幾段呢 譬如 當然是 頭的兩節都是在同一章 《約翰福音》第五章 那裡講到 大家在這裡聽我讀這些經文的時候 看看是否看到一些共同的地方 看不看到耶穌如何有一個最深於神的心 在什麼程度之下表露出來 那我讀完之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或者可以開始有些討論 《約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節說 只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 唯有看見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子所做的事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樣做 然後五章第三十節 我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 我怎麼聽見 就怎麼審判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好 我只看這兩節先 這兩節 你看不看到 主耶穌 怎樣表達出 他那種最深於神的心呢 大家如果想參與 就開麥克風了 正在裡面 聽到那些事 是表達到耶穌 在什麼方面 怎樣表達 祂是完全 intoxicated in God in the Father 謝謝 耶穌不是按照自己想怎樣做 他怎樣做 而是看到父怎樣做 他跟父怎樣做 知道父的心意是什麼 就跟父的心意去做 非常好 那帶出來有什麼後果 這樣做 譬如在五章三十節那裡說 信服 不是 我想在這節經文 其實有講出 當主耶穌 當主耶穌不求自己的意思 當主耶穌聽到父神 說什麼就做什麼 帶出來 以至祂所做的事情 有什麼不同 是不求自己的意思 OK 祂的神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OK 審判是公平的 就是說 這樣才是公平無私 不是自己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說 我們決定 我們有很多的所謂的私心 但是主耶穌完全沒有私心的 私心就是自己 他現在 等於好像一個法官說 現在我不殉情給你 我只是看法律怎麼說 主耶穌就說 我聽見父神說什麼 我就怎麼審判 所以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這裏 就表達出耶穌那一種的 所謂最深於神那種的心 而產生出來的後果 就是沒有私心的 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太過來者的意思 好像上禮拜我們看 西馬利賢的祈禱一樣 我們還記得那段經驗說 什麼都可以求的 這個真是最重要的事 我們不要一開始就說 我不求得一樣 不求得那樣 什麼都求得 主耶穌甚至可以求到 這個虎虎拿開 只不過 不求自己的意思 求差我來者 你看到 差我來者 當主耶穌這樣說的時候 又表示到背後 有什麼動力幫助他 這樣做 我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 OK 那為什麼他這樣說到 差我來 一說到差我來的時候 他想強調些什麼 他不敢說 只求父的意思 奉命去做 奉命去做 即是說你發覺 五章十九節 和五章三十節 那兩個身份 有這麼多不同 是嗎 強調了有這麼多不同的強調 五章三十節 強調那個身份是什麼 他好像有一個責任 要完成一件事 是 他好像被警察 好像打工一樣 覺得差一點 所以更加不可以憑自己的意思 其實兩句 兩個不是衝突 只不過說 第三十節的時候 是更加強到公事公辦 更加不可以憑自己的意思 因為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現在不是做自己的事 你是做差你來的意思 所以你和我 在教會裡面服侍 或者我們的人生 我們經常都說 要好看重 我們是被猜的 即是說 我的生命 我的恩賜 我的家庭 甚至乎 甚至乎 我的錢財 我的事業 不是我自己 一手一腳地找回來 而是你要看到神 裡面有個使命 猜你做這件事 這樣 你就不敢放自己的意思上去 我曾經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有些教會 我覺得我挺欣賞他們的 每一年 諸一學 學期初的時候 他們有個開學禮 那個開學禮不單是 介紹什麼課程 什麼班 什麼班 然後叫所有老師出來 甚至行政的都出來 然後教會差不多按手 為他們祈禱 猜欠他們 嚴格來說 不單只是主學老師 其實教會任何一個部門 師班 出去做報道的 關顧的 任何一個部門 都應該有這種猜欠禮 這樣的時候 就提升自己 咦 不是我喜歡做就做 我今天喜歡有心情我就做 不是這樣 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我們做傳導人 更加明白到 在我獻身那天 已經再不是自己主權了 何況呢 每一個特兄姊每一個教會裡面 都應該有這種被猜欠的事 那這個 我為什麼這麼強調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時候 是有種自願的 就是我喜歡做 我喜歡唱詩 我喜歡唱歌 所以我就參加師班 我喜歡做什麼 也不是錯的 我有恩賜就做 但是 無論怎樣也好 你一願意做 你就要覺得要被猜 就是 無論你開始就是因為你有興趣 但是你一接受了 願意的教會服侍 就已經被教會猜 就在裡面 就不再自我發揮 OK 所以我在教會 差不多四十年的服侍呢 提醒我自己 教會猜我 教會支持我 我要accountable 文集 accountable to 他們 那你都見到 耶穌都最深於神身一方面 他知道他是 他是投靠父神的 父神要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他說看到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就說我是被猜的 我想大家再一次留意一下 這幾個字 看見 聽見 做 審判 意思 在這幾點裡面 我們看見耶穌怎麼樣 是最深於神呢 他講的 他說的 或者他做的是 他做些什麼 什麼東西 他哪些東西他會做哪些東西不做 神做的事他就做 神不做的事他就不做 所以特别他说 大家要见一下 看见 看见副做的 还有这里听见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 我们就不知道做什么 为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 主耶稣怎样看到 父神所做的事 主耶稣怎样听到 父神 怎样审判 他跟神有一个 很亲密的关系 是 不是说 做一段时间才看那份 做一段时间 大个耳机 向左走向右走 好像看着GPS 这个呢 有时候我们很 我们信聆耶稣 哎呀 我想尋求神的心意啊 那就好像立刻看条路 应该怎么走啊 主耶稣不是这样的哦 不是 是不是临急 好弃脚的 是不是 他说 见到父神 他怎么见啊 他又答 刚才的节目 好 见到 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这个是正言的 是不是 就是积极的 就是听到 看到 就是他跟父神有一种 unbreakable 不能够分裂的关系 然后就在这种负面的 是不是 在第三十节 不求自己的意思 这一句怎样帮助他 看到和听到啊 就是当你和我都会看到 听到神的心意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最深于神 因为我们终于做不到 看到听到的东西呢 跟这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听到不想做 看到不想做 为什么不想做啊 因为我们要自己 因为自己已经有想法了 我跟师母都很喜欢 讲我们的小孩的 我们小孩都时问我们 妈妈 你觉得哪些颜色好啊 或者哪一种好美啊 但是问完呢 他不是真的要我们意思的 只不过借我们来参考 是对的意思 他就说是对的 其实他心里面有自己的意思 如果我们是这样 我是听不到神的意思的 主耶稣听见父所做的 看见父所做的 听见怎么审判就做了 因为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乃差外来者的意思 这样有负面的一种 不是负面 是不是都叫负面呢 就是有一些 negative 就是控制住的 不让自己的意思 take over 只是很想做神的意思 这个就是所谓 先求神的觉 神的愚 就是所谓 愿你的觉 可能同一样东西 你一有这样的心 你就会开始看到 听到 叫做的意思 所以 这个所谓 最深于神的心 或者尊一的心 跟后面讲的清心 一样的 其实都是通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那个清心 就是说他的心 没有其他的责任 只是想做神的意思 那种清心的意思 不是好像佛家 那种说的无人的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追求父神的心 这种叫清心 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 这个就是清心的意思 我上去拜提过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赫西玛利园 耶稣说 只是不要求我的意思 只求你的意思 这句 只求你的意思 就是主土文里面 愿你的旨意成就 这个字 Exactly 那几个字 所以 赫西玛利园 这个模特 就是在 主土文里面 也就是活生生的 因为主耶稣教得我们 他自己都是这样 成为你和我一生 要学习的功夫 那刚才呢 大家知道 主耶稣看得很好 主耶稣之所以 听到 看到 父神的意思 是因为有十四 十四章 和十五章 这两句话 他说 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这个就是十四章 十一节 十五章 五节就说 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所以不是临急抱佛的 不是呢 哎呀我应该怎么找神的旨意啊 这样 而是一个经常不断的 不断绝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想 有这种 醉心于神的心 不离得开 要在父里面 在 刚才十五章 五节之后 有一节 因为地方不够 所以我才没有灯出来 在这里我灯出来 他说 如果你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 也常在你门里面 就是我们越 藏着 和握着 搭着 享受着 神的说话呢 我们就会常在神里面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 看到 父所做的事 你看到父 主耶稣是这样 遥书人 我们照样做 是不是 这就是效法基督 就好像 五章十九节讲 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 只也照样做 我们见到主耶稣 这样遥书人 我们也照样遥书人 是不是 你看到罗马书 我想是十五章那里讲 我们接纳对方 是因为主耶稣接纳我们 我们在神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这样 这个密切关系 就会帮助我们 有一种最深于神的心 更加具体一点 因为刚才说到 都很抽象 是吧 什么是在神里面 什么是在主耶稣里面 更加具体一点 就是我们的说话 常在理念里面 这里不是见我们 背圣经那么简单 是让神的说话 融化在我们里面 消化了 融化了 不是念口网 不是穿着外面 有些人 考试的时候 就死念万念 考不算 就还分给老师 但是我们很希望的 就是神的说话 融化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我很喜欢 有时候 还微一点 问益人的问题 你都可以回答的 看有哪一个 看完我找一个 Vanessa回答 她很久都不回答 没问题 现在抓住她回答 Vanessa 你开咪 请问你 上个星期 吃过什么东西 Vanessa Vanessa 不见了 Vanessa 她在这里 我记得好像是 有谁可以帮Vanessa 吃过饭 牧师 吃过饭 OK 我答 我答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我 你喜欢玩 对 因为我去了 Downtown那里 看那个 Emergent Fan 那个展览 所以没有煮饭 走去坐Skytrain的时候 就经过一家 Sushi California 就买了一些Sushi 回家做Demon 哇 好了 清楚了 清楚了 有些什么Sushi 清楚了 是吗 女儿是怎样的 我负责吃的 我问你一件事 请问Sushi 现在在哪里 消化了 老公回答了 这个东西 消化了 是不是 消化了 那消化了 去了哪里 去了海 啊 那又不是全部 那又不值得了 是不是 有一部分 就是你排泄 你排泄不到的东西 才排泄出来 消化到 消化到的东西 不会去了训练的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成为了一些肌肉 去治愈你的身体 啊 那些鱼是很多蛋白质的 是不是 那又成为了身体里面 一些肌肉 或者你那些鱼 可能有些肌肉 有些Omega 3 成为了你那些中央神经系统 那些肌肉 那些肌肉 那些蛋白质 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圣经呢 不要全部排泄了 你吃那么多排泄 回来 就是你没用 圣经呢 要吸收 圣经呢 要成为你的眼耳口目 圣经成为你的眼光 当你看到诗篇 诗人那种对神仰慕神的心 你吸收了 都成为了你的脾性 那这个就是消化 就是吸收 如果不是呢 很多人一般都是回答 排泄了 去了大海 不怪之 我什么都不记得圣经 圣经去大海 你去大海找圣经就行了 我们希望呢 神的说话 尝在我们里面 如果你有机会看 哥罗西书第三章 大概十七节 他说 基督的道理 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是挂在外面 不是排泄在他 要在我们里面 这样呢 我们就会知道 怎样做 神要做你的 好像主耶稣那样 不是只是背圣经 而是他见到 父所做的事 只要做 听到父的说话 做审判 审判不只是去论 审判就是去做决定 我们的人生 思想 决定 决责 都是因为跟神 有这种密切关系 而有 至于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章 我们与神同工 一会在我们讨论里面 就会再讨论 那这点很重要 一会大家就会明白 所以我列出这几段经文 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那种 最深于神的心 是有一个关系 就是因为父 他尊重父的关系 也都有被猜的关系 所以 由功 由司 都是以神的意思为主 然後 十四章 十五章 更加讲出那种很密切的关系 在里面 不是在外面 我们更加进一步的 去到十五章的第七节 就说 是透过神的说话 在我们里面 被吸收 被assimilate 先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我们自小吃的东西 填补回我们身体 一些失去的东西 那这一个 就会 圣经的 爱心 成为了我们的爱心 圣经的说话 成为了我们的耐性 成为了我们的盼望 成为了我们的喜朗 这样才有用 差不多了 你自己想 怎样用圣经的说话 以形 保形 圣经喜乐的说话 可以都令到我们开心 所以 读诗篇的时候 有喜乐安乐的诗篇都有 那如果我们 全面的吸收圣经 你就会成为一个 很全面的人 我经常都说 我们不要很 很偏食圣经 我们要全面的 给圣经影响我们 我们一会 就会详细看一看 什么叫做与神同工 那 那这里呢 作者说得非常之好 他说 他主耶稣的 最深于神的心 要再下一个问题 先讲什么叫同工 就先看第二点 他说 除非看到天父开支行动 主耶稣是不会自己做出行动 有时你和我就有一种的心急 在来庭一礼拜日呢 我会在教会的精文堂讲到 我们说 神要求我们 服侍他的人呢 是要跟随他 我们跟随的时候 你顶多 顶多是 在领导的人的后面 半步 这样才要跟 怎样跟人就跟鞋 你跟不跟在你前面 但太多时候 我们却站在神的前面 那就不是跟神的了 是叫神跟我们的了 好像说 我带着狗出街 其实狗带你 狗先走 那有些 癫没倒置 我们要跟随神 在这里说 主耶稣 除非看到父神开始行动 他是不会 自己踩出行动 所以主耶稣不是自己 某某年由天上跳下来 而是父差遣他下来 降世为人 他说 除非听到父神的判言 他不会 随下的决定 那这个呢 我们说 效法耶稣的心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要那么心急 看看神说什么才做 他说耶稣的言行举止 会不会都有父神的指引 他的说话 心具全逆者 精选 那他就带出一个题目 耶稣好像一个全逆者 一个interpreter 好像师母现在正在做这样 我常常说 他做好本事 他同步 同步说 真是impossible 如果你不是 和一个人那么熟的话 我这个全逆者 譬如是台上一个牧师讲 另一个翻译 同时讲一句一句 那这个全逆者 他的职责不是要讲自己一篇道 而是要全面很精湛地 很准确地 连快慢情感都表达出来 他说主耶稣一直都是神的全逆者 当神提高声量 主耶稣也都随之大升 意思就是说 当父神 对这件事很激动的时候 主耶稣一样激动 所以 主耶稣在圣殿里面 赶走那些人 因为这个是父神的心 神做手势 主耶稣也都做同样的手势 就好像他听到别人 没有听到的声音一样 这是很难得 就是耶稣听到的是父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你为何这件事做不到呢 就是因为我们听到太多其他的杂声 然后在他这一章里面的另一些杂作 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熟悉神的声音 或者我迟下才回到这里 总之就是这一段 或者这一章的重点就是 主耶稣成为一个神的全异者 所以 有限福音叫主耶稣做道 道 道 将父表达出来 将父表达出来 verbalize 具体化了出来 形式形体化 在一章 约福音一章十八节讲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因为神是看不到的 但是 主耶稣却 将父神表达出来 那这个就是这个全异者的心 就是你和我的角色 我们说跟人传福音 我们不是讲我们的理论 我们是演绎 全异神的说话 讲道的也都一样 我没有这样的权可以修改神的说话 而我现在不是讲的 是我的学书 所以有时候我都不太喜欢 有些学者说 保罗神学 如果有保罗神学 我都不需要看 我们看的是 保罗怎样认识 怎样讲解的神学 就不是保罗自己的神学 好 我们开始讨论一些问题 为神同工与神同工有什么分别 为主而活 与神同行又有什么分别 这个试试讨论一下 讨论完大家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们刚才拿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一节讲与神同工 为神工作 与神工作有什么不同 请问 现在全部都要讨论的了 一个是打工 一个是合作 一个是合作 那除了名称之外 有什么 实质有什么不同 与神同工的担子轻很多 好像两只牛一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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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同 与神同工 是心里面很平安 因为知道有什么事 神会担当的 不是我一个人去为神做事 是我和神一起做 再加上所得的荣耀 不是我的荣耀 是神的荣耀 因为是神自己做 OK 如果为神做呢 为什么为神工作呢 为神工作呢 有少说好像是我自己为神做 好 好 最后想补充一下 说普通话 大英姊妹都可以参与的 你一出声 你都会听到的 所以 为神工作呢 有一点 你自己觉得是为神 实际上是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呢 这里面是有误差的 他说就是 说就说为神工作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明白神的旨意 都不知道是吧 他自己出来做了些事 那就算了 这个都很好提醒 是不是 为神工作 好 还有没有 大家直觉又觉得有什么不同 为神工作 好似有一些 给神面子 那样 跟你做些事 但是与神同工来说的时候 就是 神来到 在神之下 让他由他来到去支配 好有趣 就是 当然为神工作 不一定是错的 不过呢 的确会容易 走歪 是吧 走歪到的地步呢 就是 我帮神做一些大生意 我帮你做事 或者是 好像先来 Henry说 好像给面神 或者我回京神 那不一定是需要这样看的 不过呢 很容易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与神同工 我现在 即是希望大家 突然之后 Focus在这里了 是一种 刚才我提过 是好像同父一丫 那种 很安心 除此之外 还有些什么 我刚才说是partner 是吧 那一个partner 就是好像律师 这样的associate 和打一份工 会有些什么 心理上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有份 就是和他 有份 打工呢 就变成了 你是工人 为个boss打工 如果与神同工呢 就两 怎样说 是同样有一份的 就好像一个companion 一个 那 你如果和老板 没什么两句谈 但是如果同工呢 我会说 如果同神工作 因为你打工 那就变成了 你没有那么重力去做 但是如果你是 自己也有份的 你会出多点力的 你以前是收工的 但是如果是同工呢 真的有份 就不再会是 pay by the hour 那种想法 还有没有 与神同工 对你有什么 不同的感受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我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 不用自己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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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我觉得为神工作 好像就是那个责任 那下推给神了 我是为你工作的 而且好像 我又提供给你服务 与神工作呢 就是说这个责任 好像我和神都有责任 我和神同一同做的 而且有主动的意思 就是一个active 一个是 好像是 很被动的 OK 他说 与为神同工 为神工作 好像就是 一份差遣我这样做 就好像被动多些 但是与神同工呢 我们有一种投入感 和参与的成分 好像有那么多 好像 好像equal 那样 都很有趣 牧师 我觉得呢 为神工作呢 好像 做的那些事 是为了 荣耀自己 但是与神同工呢 那个荣耀是归 是神那里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得到 是神给这个福分我 OK 就是 为神工作呢 就是好像 争取到一些 的效果 或者荣耀 是的 与神同工的花红 也有分给我的 是吧 就不是我 有这样的福分 可以享受 这种荣耀 对 要觉得是福分来的 是的 不是E 是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为神工作呢 你只是知道那份工作 你不知道 最后那个 目标在哪里 但是 以神同工呢 你应该要知道 什么心意 是的 是的 特别如果你是做一些 很 很高的 肯定性的事情 那些工 特意分散了 你完全不知道做什么的 但是 在这个福音 我忘记了是15章 好像是 主耶稣说 我现在不再叫你们 是仆人的了 我叫你们是朋友了 所以 我的心思意念 都告诉你 老板很少详细 告诉别人 但是如果是同工呢 大家 就是金虎共分 那这个呢 就是 我希望大家 潮业方面看 我们同神 一起福事 就是我们福事神的时候 现在 落地了 你记住 你现在在教会里面 参与任何的福事 你要提醒自己 提升自己 由为神做这份事 去同神一起做 你猜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 在你的事奉 会有什么不同呢 态度啊 或者是心里面 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事奉 无论是师班 无论是诸一学 如果你 现在提醒自己 咦 我教诸一学的时候 是从神一起同工 和我现在为神教诸一学 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是整天都会征诚神 尋求祂的意思 就不会自己做了才算了 更加好像有些师妹说 就是不会做完之后 自己觉得很威風 而是既然同神同工 就一定要同步 记得上星期我们那只牛 是吧 同父一握的时候 不可以快慢的 我们是同神一起做 所以既然是partner 大家要意见相同的 我不可以说一些东西 和神相反的 那这个partnership就要抹面了 还有什么不同 那个陈牧师 有一句 突然讲了一个经文 行功二好联名 全天卑的心 与神同行 是神带着我们去的 OK 神去包带的 纵使我们 就好像爸爸 拖着我手去的时候 我只要信服信扣他 我信得过神 我一定会带我 无论什么境况 的信心 在主耶稣那里 爸爸带着我去 好像过马路 永远都不会丢下我 神也不会丢下我 我们只要 行在神的知当中 能够信服信扣他 做一个有忠心 良善的仆人 将为要为主 勾掌的 个个都要勾掌的 好 这个心提 非常好 牧师 我觉得 我觉得与神同工的资格 是高于为神工作的 好像牧师 你呢 你读了这么多神经神学 你就可以与神同工 好像我呢 我只是知道一个奉献的心 为主来作工 但是我未够资格与神同工 是否这么说 其他人贊不贊成 不贊成 不贊成 真的好 不用我说 为什么不贊成呢 请问 绝对不贊成 因为 好 为什么不贊成 因为耶稣就是葡萄树 我们是知子 你是不可以缺乏的 因为你是 我们教会的一个姿体 来的 就算你背后祈祷 和牧师一样的 主要是 神给了多少我们 主要是去中心良善 有五千两比五千两 有一千比一千 好像葡萄树一分前 就是在神面前 是最大的了 是神 我的心意是这样 不知道对不对 好 还有其他人声音 有很多反对声音 是的 同意 但是不明白 但是好像做医生 你未曾做得正式医生 你就是为医院做工作 但是你已经考到很多个牌 你就可以和医生一样的 和他平牌的做工作 我明白你所说的 但是我收集来 就是与神同工 圣经是没有分 或者我们的私格的 但是梁伯母提出的一点 非常之好 就是其实呢 如果当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很不足够的时候 我们很渴望与神同工 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材料 所以更加靠近 但是呢 有些人 自己觉得很有料的时候 他就自己想着为神做事 他要同神同工 是一个很大学习的功课 就是因为他快 他很想快神很多步 但是他看不到 你现在同神同工 不是你为神做一些事情 你自己定了个性格 你就要看一下神的步伐点 你想想一下 他就连耶稣 刚才他说 他听不到神的声音 他不会出声 圣灵也是 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 而是听到父神 听诸耶稣怎么说 他又怎么说 那那个同工呢 其实 就是要一种 coordination 就是partnership 等于好像什么呢 等于好像唱诗八 那么多步的时候 需要那种合作的事奉 如果说为神工作呢 那个容易提到的强调的地方 那个强调的地方就是 我自己独断独行 那我做一样做一样东西 当我独唱 那你发觉有时候呢 譬如你看很多球赛 不知道难看一些 那些球赛那些人唱国歌 那样 你发觉呢 很多时候他唱国歌呢 是没有音乐的 因为呢 没有音乐更容易唱一点 有音乐 你跟人夹就已经难了 与神同工呢 就是一个team 你要明白神的身份 你才去做 你不可以自己 标榜自己 不可以自己拼搏出来 所以与神同工 某一方面来讲呢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弱呢 其实更容易 我拖了 好像刚才 不知道dance 听谁 拖着整个手就够了 但是对于一些强一点的人呢 他就好像刚才 狗拖人那样 站在神的前面 拖着神来走 只是做了大堆东西之后 神祝福我做的事 那已经觉得有个危险 无论怎样都好 杨安提我想告诉你 神是跟每一个信徒同工的 是每一个 他都不轻看的 同工就是说 是神elevate 神提升我们 不当我们是奴隶 那样做 而是当我们有partnership 是我们不配的 不是因为我读了很多书 我做的 就算读了多少书 就算有多少经验都好 如果我自己独断独行 神不喜欢 不侵我玩的 神只是侵那些 听他话的人玩 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就是这个 你想想 連耶稣自己 资格多了千千万万倍 但是他仍然是听父神的话 我们说效法基督就是 学耶稣一样 听神话 OK 多谢你 多谢你 这条问题 后面那点 类似的 为主而活 和与神同行 又有什么分别 请问 两句都有听过 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 我为主而活 究竟与神同行 和为主而活 有什么不同 怎么样 有没有人可以试试答一下 我想与神同行的资格要高些 因为你的灵命要差不多 你才能够和神有个沟通 你才能够同行为主而活 就比较容易些 OK 其他人呢 我觉得为主而活 感觉自己比较紧张一些 压力比较大一些 与主同行 相对轻松一些 对 主在我旁边 用他的手 牵着我 往前走 那真是非常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OK 好 刚才帝兄说 就说 为主而活 很紧张 不知道做不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压力很大 但是与神同行 只要拖着神的手就够了 是吧 OK 很有趣 有没有其他看法 我想分享我今个新地 我们的service有讲差不多的东西 OK 我们的牧师呢 就一样是这样讲 但是英文 他就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om and for OK 他就说 living from God's love from God's blessing from God's victory rather than living for God's love for God's blessing and for God's victory 那他更低一格 不是一起行 因为 from 就是要 好似个branch 就是我们要知道 from 就是要 要 support need his support 那他的difference 就是和刚才的帝兄一样讲 是 cause stress and anxiety 但是从的时候 你是站在他里面 所以你是不用担心 你有他的confidence 因为他已经conquer everything right he's God 你有什么要担心 他抱着你了 very good very good 稍稍记住 如果我们见到有个弟兄 有个姐妹 有需要 我们觉得很想爱他 很想关心他 那你就用尽你的怜悯心 同情心 去摘牙膏 摘出来 很快就用尽的了 而且你想想哪个人可以摘牙膏 摘到爱你的仇敌 是吧 很难 很难 除非我们真是 主耶稣 我真是不懂得怎么爱这个人 不懂得怎么摇书他 求你帮我一起摇书他 那这一种 就是与神同行 如果像刚才Rose说 from God 就是说 我这种 我要由神而来才有 不可以用我自己的牙膏 摘死的 但是 你发觉圣经经常都说 他说 好像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 他说 当我们战斗主耶稣 为我们死 从此 我们就知道如何 为弟兄舍命 那这个就是from 就是由主耶稣的爱 滋润我们 或者吹逼我们的爱 其实这两句 就是A的那两部分是parallel的 就是我们不是说错 不是说为神工作错 不是说为主耶稣错 不过那个危险呢 是大很多的 那个危险就是太多主导 人的主导 那个危险性 为主耶稣说得很轰烈的 是为主耶稣 甚至为主耶稣死 就是为主耶稣 当然一定要 就是这个底线也是 但是主耶稣更加要求我们 跟他一起同行 就是同行呢 就是一种很活泼的关系 啊 老公婆我为你而活 和他一起同行 完全不同一回事 神要求我们的 是跟他一起走 跟刚才同工都一样 拖着他的手 就算你觉得自己 多有资格 多有干净都好 原来神不是稀罕 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大事 但是主耶稣一生 就是一个专注的心 同神同行 与主同行 那我们现在说效法耶稣 擁抱耶稣 就是擁抱这些东西 耶稣就是这样 我不自己来的了 我听到父神要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了 这样先正可以活上主耶稣 才叫效法耶稣 OK 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条问题 好了 B在这里看一看 他说每日持续雨晨交通 比起将时间分别出来 与神交通是跨到大一步 究竟 那个分别有什么不同 他自己说 好我划分这个时间出来 这段时间就是我灵修时间 我拿两个钟 来跟神灵修沟通 他说 这样的做法 比起每日持续的雨晨交通 有什么不同呢 牧师都要求你每日灵修的 这个牧师退休 退休之后 就不要求我们每日灵修 难道 将时间分别为圣 与神交通 有些好似有些 律法性的 那神 我现在和你交通了 其他时间 可以不同 但是如果每天持续 与神交通 就没有你洗碗 或者做某种东西的时候 你都想起神 你都可以与神 神的说话 与神 大家有一个交通 就是对话 那个关系又很不同的 是亲密很多 明白了 是不是 这个是那个重点 就是 很多人说 我们奉献应该奉献多少 十分一 现在还是十分一 还是怎么样 那 那当然 十分一奉献已经很好 好少人做到这样 是不是 但是你记住 如果说 我奉献十分之一 那好像我已经交了仗了 意思就是说 你其余的十分之九 你不要理我了 那些完全不是神的心意 所有都是属于神 而 十分之一 是一个的 reference point 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 但是不是告诉我们 其余的十分之九 是任我们玩的 还有 比如说 我们每天 拿一段时间出来灵修 不等于 我们其他时间 就不亲近神 所以我不太喜欢 用灵修 这些名字 你今天做了灵修 没有 灵修不是做的 也不是 这段时间才是 你看诗篇第一篇 是什么 就是 昼夜 默想神的说话 使人变为有福 是吗 是没有分的 其实 不过 你又不可以说 我是没有分 所以我呢 有看和没有看 没有分别 那又不是这么说 只要你觉得 我特别抽些时间出来 但不等于其他时间 我不亲近神 等于你说 好像跟家人那样 我跟他喝完茶了 不用再聊天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 给自己的空间 好像交大了 为什么这些问题 会在这儿呢 就是说 刚才也说过 主耶稣之所以 没得准父神的心 是因为 对父神有一种 很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 就是这种 每日持续 在里面 神的说话 在我们里面 我们与神同行 我们每一份的事奉 每一份的事奉 都跟神在一起 如果你有这种 这样的心态 就是最深于神 就是你和神分不开 有一个 在书里面 提到有一个人 叫做 洛伯克 洛伯克 那他是从事教育的 甚至乎 美国政府 发行了一个 纪念邮票的 纪念他 那这个作者就说 就是洛伯克就说 世人甚至很多基督徒 很欣赏 这个洛伯克的教育 热沉 就是他的 passion 甚至多过他开武神的心 我们对这件事怎么看 譬如这样说 我们的侍奉 有些人觉得 你教育之后真是好难 我明白了很多 你猜神真正看欣赏的是什么 是什么意义 那些纪念邮票 真正教育的效果 还是什么意义 当你发觉 周围的人 甚至乎你周围的基督徒 欣赏你的工作那一刻 多过你 看慕神的心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回应 有没有人想参与一下 说一下 危机就是我自己成为自己的偶像 哈哈哈哈 自己成为自己的偶像 还有呢 别人是看不到 你渴慕神的心 你敬畏神的心 别人容易看到的 是那些果效 觉得 这个读学教得很好 这篇读学教得很好 或者是你做了很多丰功伪迹 好似刚才说 那些人为这个人 做些纪念邮票 因为他真的 真的有个平民教育 令到一些 没有机会教育 受教育的人 都有了 所以他纪念他这件事 但他看不到 原来他是 有神的 连敏心 推动他 那刚才姊妹说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慢慢自己都很欣赏自己的作为 那这个是一个危险 还有什么危险 将神的荣耀奪过来 ok 还有没有 好 当人很欣赏我们的工作 效果 当人 称赞我们 做得很好 真是很有才华 我们有危险 我们拿了神的荣耀 有危险就是自己欣赏自己 还有什么危险 我们很容易跌倒 为什么会容易跌倒 因为我们的中心就是自己 已经不是神 ok 但是我还想 具体的那么多 那些危险在什么 还有我们在传递一个 什么错误的 message给人 我想危险就是我们很容易 容易就把神摆在一边 就是觉得神不重要 嗯 就是好像自己搞定了 不用依靠神 嗯 虽然呢 虽然呢 就是我们的果效 真的 真的帮到人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要被人看到 不是这些果效很简单 而我很希望在我们事奉里面 是能流露到我们渴慕神 亲近神 倚靠神 那些的见证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 present一个完美的 product 给人看 我们不应该不介意 呢 给人看到我们那个 有一个 争扎的过程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有赫西玛利园 这件事 不是一skip 由星期七 星期头 到星期五 钉十字架 要有 有血有泪 那种的 赫西玛利园的争扎 有那个过程 有那个渴慕神的心 多过这样钉十字架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服侍的人 甚至那些领袖呢 我们近乎 急功近利了 很要求 要做好这件事 有这个音乐会 有这个事奉 有这个program 却是 没有你 服侍的人 和神的关系 我很记得 很记得 刚刚出来事奉的时候 我不记得 那时候 我刚出来事奉 在学生团契 他们要办一个 就是迎新会的报道会 那时候那些师班 就拨命连丝 那些团契 但是呢 在那个筹备里面 有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的冲撞 甚至乎呢 在那个报道 我还记得 在那个报道会 联集的时候 有些人面倒了 就算唱得多好 多听也好 原来 底下的关系 已经有破裂 跟神的关系 已经熬到burn out 已经是功利了 是不是 那应该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作者提到 Nobak 这个人那种的 不是教育的熱沉 然后他渴慕神的心 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你和我在教会里面 对弟兄姊妹的称赞鼓励 不要留在表面 那一种的product 而是要看到他 爱慕神的心 效法就是效法一样的 我们不是羡慕 有些人的恩赐 我们是羡慕他 爱神的心 倚靠神的心 主耶稣就是这样 这才是最深于神 要不然我们就会找Hero 是不是 整个人都说需要Hero 我们不是需要Hero 我们不是需要Hero 我们需要的 不是厉害人 我整个人都说 我在教会里面 是反英雄的 谁厉害那些 我在礼拜堂 都喜欢冷落的地 因为教会不是需要Hero 我教会里面是需要一些 很羡慕神 予靠神的人 有另一个危机就是 在高伦多前书 保罗都说 恐怕我全福音 吸别人自己 反被弃绝了 是啊 非常好 因为只是太太这些 果效 他没有想到 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教会好 大英姊妹好 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 不要建立一种 错的气候 而是提升到 应该有的水标准 就是一种熟灵的水标准 我们称赞那个人 是他爱神的心 依靠神的心 多过那个product 如果不是呢 当我们好像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我们就好像很失望 其实不是的 是吧 是他跟神的关系 才最重要 我们不是大公司 不是大机构 我们是教会里面 大家一起成长 你家里 你不是看他 是否一定会很烦 你才会很开心 是吧 你看是否有安心相处 OK 好了 很明显 很明显 是否要follow 这儿才下一堂 那我记得一次 我只是点一点 G那里 就是德兰修女 有一次 他说 在这本书里 说 那时候 我想是 ABC电台 电视台 那位 Dan Rather 就访问 德兰修女 德兰修女 就说 我 我 聆听神 比我多 我说话 给他听 神 却是傾听我 这就是那种密切的关系 你发觉 可以和神的关系 是听 比我多 我们不是一个念经 这样的群体 但是 我们说要和神的密切关系 就是因为肯听 如果我们不肯听 我们就说了太多 OK 好 我们今晚就停在这里 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 所以用回这些词 OK 那我呢 现在就带大家 唱一首的诗歌 好 那在最后一版 你会看到我们有好几首歌 这些都是 这些连续是对的 那我今天呢 大家一起听这首是粤语的歌 但是呢 又有一个普通话的字幕 所以 普通话的大英姊妹 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 OK 好 那请师母提醒他们去 不知道剩哪些音 好 那我们就 新分享 请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你 你爱我们到底 也都改变我们 我们一向是关心自己的事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甚至乎自把 自为 我们就算信了你之后 成为了基督徒之后 仍然用回这种的心态 去认识你 去服侍你 在教会里面 反而是 跟人很多的碰撞 甚至乎是 压制很多的人 神来我们都是 求你联敏我们 我们看到我们 爱我们的主耶稣 虽然你 真是本有 完全有神的形象 与神同等 但你居然 看不到什么你不做 听不到什么你不自把自为 你只是尋求父的意思 遵行他 承传到底 神啊 我们愿意 学一下 主耶稣 有这样的表现 不再表扬我们自己 也都不在教会里面 有意无意表达了这种气候 我们很盼望 大兄姊妹热爱你 我们不是再看重 甚至不是再称赞一些的成就 我们欣赏的是 大兄姊妹爱你的心 他们的挣扎 他们的成长 他们的失败 在你眼中一样的重要 在你的角度里面 没有伟人 也没有小人物 全部都是这么宝贝 你要我们 和你同行 和你同工 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 神也就求你 带领我们走如下的天路 真是越来越像你 我们不想再像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每一个都是很独特 但是我们很盼望 别人看到的 是我们独特个性背后的神 如何改变 和我们可以变得到折制 多谢主 多谢你给我们一起学习 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 自由的运行 将你的说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 让我们更面世面 多谢天父 祈祷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明教 阿们 好 多谢各位 多谢